看看新闻榜 周杰伦和昆林王子公主时的圣诞婚礼 虽然已经是结束了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每每回想起那个画面 相信各种羡慕嫉妒 有没有啊 那据说呢2月9号 台大气粗的周董呢 还将邀请亲友啊 在台北再办一场婚礼 估计呢到时候又有人会眼红的说 昆林上辈子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 这辈子才有这么幸福 可以嫁给周天王 那姑娘们其实做王的女人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瞧着昆林 刚刚蜜月归来呢 没有倒时差也顶着重感冒 就立刻投入到工作争了 昆林来上海节拍当天 上海室外的温度已经逼近零度 节拍现场就连身材魁梧的保安大哥们 都冻得色色发抖 更何况是身穿单裙 瘦瘦小小的天王嫂呢 刚和周董在国外读完蜜月回国的昆林 不仅时差还没有倒过来 还不小心患上了重感冒 现场工作人员对待病工作的昆林 也是颇为照顾 只要摄影师一暂停 他们立刻将昆林包成粽子 由于绒服长度不够 昆林裸入在外的小腿 还被两个女性工作人员直接抱着 用体温为她取暖 可惜幸福还是太短暂了 外套一拿掉 身处刺骨寒风当中的昆林 还是忍不住蜷缩成了虾米状 街拍的话喜欢自然 然后喜欢酷 然后如果天气冷 我希望可以多擦一点 看到这儿 将近不少观众会说了 周天王身价数亿 光是两个人在英国的婚礼 就花费了450多半人民币 而且听说 2月9号周杰伦还将在台北 再办一场婚礼 宾克江以张晓燕江慧张飞等圈内大哥大姐为主 财大气粗的周董已经放言成这场婚礼坚决不收礼金 好奇如周董 昆林你其实可以安心在家做个全职太太嘛 但是昆林偏偏没有这么做 这一次回台湾之后 要工作几天之后 就要去纽约市装周 然后去看 所以应该今年就是走比较看秀啊 然后如果接可能写一两部戏这样 那还是有计划在工作室吗 对啊 我想说少工作一点多休息一下 可能还没到那个时间呢 就长大一点再想这个问题 别看周董身价不肥 其实她赚的钱一直都交由妈妈叶惠美管理 婚后要与婆婆一起生活的昆林 可是没有任何财政自由的 想要用钱还是自己赚比较靠谱吧 所以连婚后的第一个情人节 也要自己一个人在工作当中度过了 我应该会在纽约 因为那时候还在纽约市装周 就没有打算跟周董一起过 没有因为那时候刚好可能会在飞机上 但是昆林同学周董在婚前说了 打算要生五个娃娃 你这么拼命工作可不行呀 她至少要生五个嘛 可以可以对不对 这个好像会有点辛苦 但是这是自己的 刚刚讲的是自己的梦想 就希望可以组成一个乐队 觉得这样家里会很热闹 所以现在就是造人计划 还没有提上什么 谢谢 对吗 所以谢谢 谢谢 行了在线上还采访不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